从春秋战国到现代文明 中医拔惯疗法已流传千年 看似小方法却能解决大问题 方法虽简单 撬门却不少 健康之路帮您梳理观念误区 直到实际操作 尽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意思是吗 您的意思是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小朋友受了严重的伤害之后呢 然后成龙呢就用这个拔罐的方法帮他缓解了这个外伤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疾病也可以用拔罐来治疗呢 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专家 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众医院的王林鹏教授 欢迎王教授 你好王教授 你好 来 请坐王教授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两位嘉宾 掌声欢迎孝叔和注意 王教授 像刚才这个成龙在电影当中用到的这个拔罐的方法 在咱们国家应该是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是吧 对 这个拔罐呢 是我们中医啊 非常常用的一个医疗技术 从历史上说呢 我们能查到的记载 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时候 就已经开始应用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它不叫火罐 它叫做脚法 那时候用的最多的是水牛脚 水牛脚 就把这个水牛的脚锯下来 它中间不是空的吗 就利用这个空心的这个原理 然后来吸附在这个皮肤的表面 然后用它来治病 两位用过这个拔罐来治病吗 像落枕一样的 就是脖子感觉扭不动了 肩膀有点硬了 然后老了就说 那给你拔一下吧 就拿出家伙事来 开始在身上吸 拔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觉得挺解乏的 一般来说这个拔罐 咱能主要治什么样的病啊 大概有这么四大类疾病 那一类呢 就是刚才说的最多的 各种各样的疼痛 那比如说颈痛啊 肩痛啊 腰痛 背痛 包括什么风湿痛 关节痛 这些 那么它都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类 就是说疼痛 那第二类疾病呢 就是因为拔罐 是要放在皮肤的表面 所以呢 很多跟皮肤相关的一些疾病 也是可以用拔罐 来直接进行治疗的 第三类呢 就是一些 我们中医说 叫外来的邪气 进入到体内 那么这个类的疾病呢 比如说感冒 感冒是外来的风邪 或者是寒邪 或者是风热之邪 进入到体内 所以感冒是可以的 最后一类呢 就是我们现在 又在不断的 在现代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罐的 这个失应症呢 不断的在扩大 那最多件的 比如失眠 这个大家都经常得 是吧 失眠 对 什么抑郁的情绪 焦虑的状态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拔罐 来进行治疗 那看来这个拔罐治疗的范围 还是相当广泛的 可能对于咱老百姓来说 得的最多的应该是感冒 一年四季都得 对吧 那咱们先来关心一下 拔罐治疗感冒 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讲拔罐治疗感冒的最佳时机 是什么时候 你是感冒的头两天 还是感冒中期的三到七天 还是感冒一周以上最适合拔罐 来一百万观众可以表达你们的意见 我认为应该是在中期 是吧 有的感冒它一两天好了 可能还用不着八卦 对吧 自身的抵抗力就给它消解掉 一周以上这就不是普通的感冒了 这得看看是不是有别的毛病了 或者说身体状况太差了 所以我觉得等个三五天 一看这感冒吧 轻不轻重不重 汗也发过了 药也吃过了 反正也不见好 得了 拔八卦 可能这个时候拔罐最合适 好 那咱们看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来看调查结果是 大多数观众认为是感冒中期和感冒的这个头两天 那好 让王教授告诉大家最好的时候 最佳的治疗实际是 感冒头两天 不过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 注意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而且我们也看到现场选感冒中期的时候这个人数是最多的 像这种感冒的疾病呢 因为它是中医说是外来的风寒邪气 西医说呢可能是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 普通的病毒感冒或者是上呼吸道的细菌感染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是越早干预就越好 急事要急办 对急事肯定是要急办 那刚才咱既然提到说拔罐能够治感冒 那拔哪啊 看这个屏幕上有一个叫做三穴五点 那么最常用的呢就是这个大椎穴 大椎穴在上边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点一下 这个大椎是和什么情况的感冒呢 就是感冒如果伴有发热 大椎清热的这个作用是最强的 下面这两个卷呢 一个封门一个废疏 这两个呢在中医上说呢 是有两个分别的特点 废疏呢适合于虚症的感冒 而封门呢适合于实症的感冒 好像都是在搏梗子这一个调一大片 具体怎么拔我们也是请王教授 能够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 最好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啊 85号观众聚首了啊 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位观众啊 对我们做配合谢谢你 你掌声几天了 两三天了 两三天了啊 我们要是在身体上取血拔的话 怎么来找这个点呀 对我们先说一下位置啊 刚才说这个大椎穴 大椎穴呢是在我们这个叫督脉 在人体的后正中线 就这条线上 脊柱这条线上 那么这是纵线 横着在什么位置呢 呃 大家可以摸到啊 稍微低一下头 就可以摸到一个最隆起的骨节 嗯 最尖的这个骨头 最尖的这个锥骨 啊 这个基督 然后这个 这个基督的 下边 嗯 基督之间的低 高的这个基督下面 这个是大椎穴 嗯 这个大椎穴 然后我们再说 这个封门和废书 封门和废珠呢 是从这儿再接着往下数 数到第三个和第四个 哦 就摸这个脊柱的骨头 哎 第三个第四 这是二 然后二下边 就我们说的第三个 实际上是二的下边 嗯 这就是啊 封门 然后再往下的废书 但是它不在这条线上 它要在旁开一点五寸 所以先摸好这个呃 两个点以后 再旁开一点五寸 这就是封门和废书的 一点五寸怎么长 一点五寸呢 实际上呢 呃 是我们可以用这个纸节 啊 我们这样一个纸节 这样的纸节 这样一个纸节是一寸 哦 这就是相当于 这个穴的位置 哦 这个纸节是一寸 就一个半这样的纸节 旁边就是 这样有一点五寸 重要的这两个穴位置 一个是在第三 这个骨头上 就从大椎穴往下数 第三个骨头和第四个骨头这儿 旁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选 选好了这个穴 那么呃 由于这个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们这大椎呢 就就不拔了 我们选一个封门 好不好 嗯 然后靠近这个 要要拔的这个部位 嗯 然后把这个点着火的 这个酒精粘球呢 向里边伸一下 也就算这一秒钟 对 嗯 这样就待住了 然后就吸不上了 就吸不上了 哦 你可以转 可以移动 都挺没问题 你现在什么感觉 感觉里面 张张的有一股 那个 那种力量 在往外吸 有湿衣服力 疼吗 不疼 不疼 感觉还有点舒服 很舒服 真空的那种吸的那种 会不会就 效果会不会减低 还是跟这个火罐 是一样的效果 传统火罐的特点呢 它是给这个病人的感觉啊 就当时那皮肤表面的 这个吸附力没有那么强 对 但是它的这个吸的力量呢 是在伸入到里面去 哦 但是它浅 它在这个 就是那个 所以叫火罐 就是这个舒服 那这个得停留多长时间啊 这个拔罐的时间呢 我们一般不超过15分钟 不超过15分钟 那就是还得稍微再停一会儿 才能够治病 可以停一会儿 那这样 刚才呢 这个小叔问到 说自己在家用的那个 真空罐好不好用 可能现在咱们这个市面上啊 卖到的产品非常的多 使用的这个拔罐的东西也很多 好 那我们让何博士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咱们能够买得到的 看得到的这个罐啊 都有什么样 它们的作用功效有什么不同 来 有请何家 好的 小季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 在我面前啊 就摆放着各种不同样子的 这个拔罐用的这个罐子 那么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相互之间有没有一些什么差别呢 现在我们就有请 北京中医医院的王春琛医生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请 何博士 你好 春琛医生你好 来请 我们看到这个罐子有很多啊 我们分别的给大家讲一讲吧 这个大家一看都知道了 竹子做的 这个罐子呢 是竹罐 然后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呢 主要是把那个这个竹子 然后切成结 把这一结的外边的那层青皮呢剥去 青皮要剥掉 然后把内侧的这个膜也剥掉 剥掉之后呢 要找这种罐口很光滑 然后没有毛痴的 然后做成小罐子 还需要打磨一下 对打磨一下 因为竹子本来就有很多的这个纤维 然后这个纤维里面就可以吸附一些药液 对对对 所以就直接把它放到这个药汤里煮 药汤里煮 然后煮完了之后 应用它这个药汤的作用跟竹子 然后混在一起 然后同时再加上它吸附的作用和温热的作用 一起来治病 我觉得这样闻到都有一股淡淡的中药的味道 好 这个是竹罐 放到一边 这个可能竹罐的话 这个老百姓可能在家里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对不是特别方便 而且这个可能吸附力不是很强 这个我觉得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真空罐 对真空罐 这个我知道 这个真空罐的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说百姓在家易于方便操作 对 这个很简单 然后还带一把小气枪 对 一般的买这个真空罐呢 它都会有一个附赠的这个器具 这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吸附作用 咱们用一个小罐可以来试一下 先把这个气枪和它接上 插在一起 另外一头接到这个气枪上 然后附着一体表 找到你所需要拔的这个疼痛点 或者说这个所需要拔的这个部位 然后把这端按紧 然后这端使劲抽吸 感觉到有这个吸附力了 然后抽吸好了之后 你觉得有压力了 就把这一头拔掉 然后就可以让它保持一会儿 保持一会儿 然后拿下取下来的时候 轻轻一瞪这个小头 就松弃了 对 我们在医院最常见的 这个是医院里的 对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的玻璃管 对玻璃管 灯泡管 这种的玻璃管的这个优点呢 就是我们首先是 它用这个火把要进去温热一下 有一点点热的作用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两个的话 那么如果说是单纯的这种 真空抽吸的这种关子 那它就没有办法加热 对 没有加热的作用 它跟它比是有热的作用 它跟它比呢 就是它透明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外界 通过这个透明的玻璃 就可以看到这个 你这个体表皮肤的变化呀 什么的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罐子比较一下 竹罐呢 它的优点呢就是质地比较轻 然后呢 还有可以吸附药液 对 然后呢 这个塑料罐子 这个真空抽吸的这种罐子呢 它的主要的优点呢 是操作比较方便 操作简单 但是呢 这个玻璃罐 它有比较最大的一个优点 是方便我们观察 对 同时呢 它可以有加热的这样一个效应 就是同时还带了这个热敷的这个效果 对 好了 也谢谢小王医生 嗯 谢谢何博士 好的 小季 谢谢何博士和小王医生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那边给我们介绍的同时呢 然后这个罐啊 一直在这个我们观众的身上停留 差不多也有七八分钟的时间了啊 那您看现在这个状态 咱们可以起罐了吗 呃 还有一个呢 就根据病人具体的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邪气重的时候 那么很快这个就清紫了啊 那么清紫的程度我们觉得够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就把罐给起下来啊 起罐就比较容易了 现在就可以起了吗 可以起了 嗯 那你看你这么起它是不掉的 是吧 对 然后我们呢 用这个手指推的这个呃 这个罐口旁边的这个皮肤轻轻地往下一压 这个空气呢 就会从这儿浸到这个罐子里边去 这样的话 跳个缝 哎 还听到哭的一声啊 浸到空气以后就下来了 现在什么感觉 呃 现在感觉很舒服 好的 谢谢你小伙子 也谢谢王教授啊 嗯 我刚才注意到注意 好像坐的时间长 腰有点不舒服 很多也有老腰病的这个朋友 是腰的话用拔罐行不行 可以啊 腰上咱拔哪 跟我们先介绍一下 一个叫做腰眼 一个叫做阿氏穴 为什么叫阿氏呢 按到了以后呢 病人会有一个特殊的反应 比如说酸胀 就按一声之后就啊 哎呦 是是是是 阿氏穴 然后病人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这么一声 那到底在哪儿 这就是阿氏穴 就哪有感觉 那地儿就是那个穴 就是阿氏穴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阿氏穴 按上了 啊一声就是那地儿 是这样来的 对就是这儿啊 这就是 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除了背部这两个穴位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穴位 嗯 那既然还有特殊的穴位 咱们就来看一看 呃 治疗腰疼 还可以在哪里取穴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拔罐败治疗腰痛除了在腰上找穴位之外 还可以在哪里找穴位呢 是腹部还是膝盖后面还是小腿上 来100位观众表达你们的意见 我觉得小腿上太宽泛了 我觉得膝盖后面差不多 你觉得这地儿能拔吗 拔得上了 开玩笑 拔得上了 不是你瘦你那儿没肉 我这儿有 那好咱们看看100位观众对这个问题会怎么看啊 来看调查结果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小腿和腹部 好那稍微等一下广告 让王教授告诉大家下回腰疼咱还可以在哪里取穴 大家回到中央电影台的健康记录节目啊 因为腰疼的人呢现在应该说挺多的哈 那如果咱们自己在家拔 应该拔哪呢 咱是膝盖后面 哎呦 弄对了 为什么能拔膝盖后面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经络啊 那么人体呢首先有经络 然后这穴位呢是分布在经络上 然后我们治病的时候呢是通过刺激这个穴位 然后呢来调整经络的功能 然后最后达到治病的目的 嗯 这个在腰背部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和腰痛有关的这个经脉 嗯 那么它是怎么走的呢 它是从上往下走啊 沿着这个大腿的后面一直下来 最后一直到脚 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穴 呃 叫肚腐三里瘤 第二句话呢就叫腰背尾中球 足三里呢是因为腹部的经脉下河过来 然后这个尾中呢就是腰背部的经脉正好下河过来 既然这个穴位这么重要 我觉得你好好教教大家 真要是在这么难拔罐的地儿拔的话 咱得用什么方法 好吗 咱们现场有没有腰疼的朋友 现场可以配合我们来 让王教授给您拔一下 来66号的小伙子啊 咱们掌声鼓励他一下 欢迎您 哎 市场中医说的吗 那个肉厚就好拔 肉那个少的话就不好拔 呃 其实也不是 呃 这个这个这个穴位所在的地方呢 肯定它的面积呢要大于你这个罐就都能拔住 啊 瘦的人也能吸住吗 也能行 行 咱俩也有吸 也有吸 是吧 我们先选好尾中穴 那么它在这个国亨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国亨纹 嗯嗯 啊 这个国亨纹呢 呃 先看到以后呢 我们一般选呢 这尾中呢都在国亨纹的中央这个位置 最中间 啊 中央这个位置 还是要先点一下火 然后 这个再加油 小心一点啊 好 嗯 这就吸上了 这没问题 好坚实哦 我看我能不能拔下来 拔不下来 好 我问一下小伙子 你拔这个伪中穴什么感觉 呃 现在稍微有一点疼 有点疼 疼 是那种 是那种揪着的感觉 对 对 对 那疼的话是需要重拔吗 不用 不用 正常吗 正常 怎么找腰眼 刚才我们说腰眼啊 腰眼呢就是要第四腰椎 我们从那个胯 胯 这个叫卡前上 从那摸过来 这就是第四腰椎 中间的地儿吗 这就是第四腰椎 刚才不是说旁开三寸吗 所以腰眼就在这个地方 在腰上拔怎么拔 拔一个 嗯 不是这一个地儿疼 这一溜它都疼的话 那怎么办呀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叫做闪罐的手法 闪罐 这罐怎么闪呀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拔好了 我们把它拿下来 然后重新再弄一下 吸住了 再拿下来 这不用提了 然后如此 如此反复地 这样做下去 这个就叫做闪罐 这有什么作用啊 干嘛要这样一拔一拔的呀 这个 我们知道一个罐拔上以后 嗯 它就是形成一个的 单位的这种吸附的力量 我们假定是这样 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 给它 更多的这个力量 在这儿吸附的话 我就可以不停地 用闪罐的方法 在这儿来回地做 这样我不打扰您 您给我们连罐完整地演示一下 把这个伸进去 像做拔罐的操作是一样的 要把它吸附住 然后呢 再均匀地用力把它提起来 就是如此的反复的 这个火呢 不能烧到这个口上 像烧到口上以后呢 你放下去的时候 病人会觉得 那个会很烫 对吧 那一般这样呢 闪得闪多少次才行啊 通常呢 就是一个地方 至少要做 你们十几二十几次 十几二十次的 好 我看这小伙子 叔叔都快睡着了 晚安之后什么感觉 现在挺舒服的 也更舒服了 好的 谢谢王教授的演示 大家也可以学一学 大家可以试一下 现在咱们工作压力都挺大 情绪不太好 更严重的话 有可能到抑郁症的程度 您刚才既然也提说 拔棍还能治抑郁症 那得怎么拔才能够治啊 我们一些老中医传下来的老先生的经验 就叫做走棍 走棍 那这个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啊 棍法治疗疾病的肌力 就这种负压的这种吸力 可以使你的皮下的组织啊 产生一些变化 它会使整个神经系统里面的神经地质 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 你比如说五腔色胺 会发生变化 那么五腔色胺 恰恰就是抑郁症发生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您用过这种方法 吃好过抑郁症的病人吗 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碰到过的这么一个事 有一个美籍华人 那么五十多岁 然后按年龄说呢 应该也到这个 现在叫为绝经期 就所谓更年期了 所以这个病人呢 就是因为他的孩子读书不好 所以他就心情特别不愉快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这孩子逐渐就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呢 可能就有些行为呢 让他更加接受不了 因此呢 就心情特别不舒服 那么那时候呢 我正好是去在美国去访问 后来呢 就别人介绍 就来找到我 就说到这个事 然后我就给他 在我们背部的这个两组书穴上 做了一个走关的治疗 他用的这个语言呢 就是有点超乎我的这个想象 那么他就说 你知道吗 我快二十年了 我每天的心情都是特别不愉快的 那么做完了这个以后呢 就往那个停车场走 往停车场走的路上 他就当时自己形容那种心情呢 就是 就禁不住的要跑起来 就是特别松快的 特别松快的那种感觉 这个呢 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病例 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用我们现在的治疗的经验 来概括的话 就是经过若干时间的这种治疗 然后比如说冠法 比如说揪法 针法 对这个情感类似这种疾病 像抑郁啊 焦虑啊 包括双向的情感障碍啊 都是有非常好的疗效 真的特别棒啊 真的是很感动的 那这罐怎么走呢啊 接下来呢 咱们让何博士 再邀请到一位专业的医生 给大家演示一下 来 邀请何博士 好的 小鸡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是有请 北京中医医院的 王春琛医生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 展示这个走罐 这样吧 我们不如这样 我们还是请上来 一位观众朋友啊 我们在他这个身上 示范一下 好不好 好 让他自己趴到一个 他自己感觉 位置比较舒服的 这个姿势 那我们要准备一些 什么东西呢 首先呢 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最好在家里面 有一个棉签 然后要准备一些 我们这个医用的是石蜡油 当然大家自己 在家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准备一些 比如凡士林啊 或者说这种油性 比较大的这种 润滑的作用 主要起到的作用 第一是立于这个 罐体在体表的移动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呢 是石蜡油 石蜡油 主要是起到润滑的作用 我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好 就是把石蜡油抹上 对 好 现在点燃了 这个就是大小适中的 中性管 我看到你转了一下 对 就这样就开心 如果这个病人 他耐受性很低的话 咱们就不要这么 很生猛的在上面 你可以适当地旋转一下 慢慢地走 然后往下走 让他以他的这个 所能承受的这个能力 我们来问问他 现在感觉还好吧 我看你汗都快出来了 有点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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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红了 你平时腰背疼不疼 疼 平时就有是吧 再来一遍 又来一个 好 现在感觉呢 是不是觉得有点揪的 这种 对 就那种 就是把那个肉 好像揪起那种感觉 但是挺舒服的 真舒服还是假舒服 真舒服 你不要为了这个录像 你就说很舒服 实话真舒服 就是你舒服的声音 都颤抖了 是吗 舒服 我们给大家 第一点掌声好不好 留一小子 留在哪 要有一个力量的旋转 然后旋转的时候 要在你往前走的这个部位 稍微提起来 对 这样方便它移动 对 方便移动 然后减轻痛苦 对对对 看它很红的这般的色 对 然后这个也是 对 旋转的时候 它有疼痛会轻一点 那一般这个 像走惯的话 一般要走多少次呢 是每条经过 在它能耐受的程度 一般我们就是根据皮肤 这个表面的情况 然后看到 你看它轻轻有微红了 这个基本上都出纱了 就达到效果了 就差不多了 好的 谢谢珍珍给我们介绍的 这个走惯的方法 也谢谢这位观众朋友 谢谢 好了 小鸡 好 谢谢两位的演示 珠玉 主艺 你以前有没有试过 就是说 那个先榨针 榨完针之后再拔罐 那种 见过吗 我试过 你自己试过 我说的还是那年 我那场病 外胆风寒 头疼脑热 然后就先扎针 那叫什么 梅花针 是吧 梅花针 对对对对 那王教授 我们想问一下 是不是 descript TikTok 用那个梅花针先敲 敲完放血 然后再拔罐 那一般都治什么病呢 其实它可以治很多病 那么主要的道理呢 就是它要把你刚才说的那个放血和拔罐 两种方法要结合起来 那么放血呢是为了驱邪 对就像这样照片 这个就是 当时你就是这样的吗 比这个多 比这个多 半瓶子差不多 用这种方法一般都治什么病 是特严重的那种病吗 应该是说 把急的病症和罐的方法 这一种结合 碎落有很好的清热泄火的这样一个功能 对吧 然后还能够解毒 把罐呢 加上去 能够更好地把这个血给它吸出来 比如说我们民床很常见的 一些疼痛的 特殊的疼痛疾病 那么像这个带座泡疹 引起的这个皮损和疼痛 然后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但是咱们接下来关心下一个问题 可能给您提一个醒 来看 拔罐之后皮肤的印痕的颜色 它有不同颜色的深浅程度也不一样 那与哪一项是最为相关的呢 那是说明和流罐时间长短有关系呢 还是这个罐啊 它的一个犀利大小有关系 还是和身体是否有疾患 是有关系的呢 来100位观众表达你们的意见 我认为流罐时间长短最有可能 就是流罐的时间过长 也许会客观造成它这个部位 造成淤血啊什么的 好 那咱们看看100位观众的选择 选的最多的是 还是跟身体是否有疾患 关系很大 那好 我们让王教授告诉大家 深浅到底说明什么呢 答案是 是 跟这个罐的犀利大小有关系 不是说明身体里什么寒大湿大火大才会那个颜色深吗 老百姓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我们的文化 罐时间越长呢 可能会稍微增加一点颜色 但是呢这个不能作为判断它的依据 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事儿 刚才我们说了 拔一个罐一般在10分钟到15分钟 假如说你的拔罐时间太长了 非常容易造成一个麻烦 那就是就拔出水泡了 拔出泡不是说拔好了 那个含什么毒出来才会起水泡吗 拔出水泡的主要原因就是 罐的停留时间过长 跟病没关系感觉 它什么道理呢 属于医疗事物 好多误区啊我们 它有什么道理呢 它是这个人体的组织啊 上面是皮肤 然后是皮下的一层一层的皮下组织 那么这个水泡是怎么产生的呢 水泡的产生是皮肤和皮下组织 被一个外力给分开了 跟扒了皮一样 就吸大发了才能吸出水泡 分开了以后呢 皮下组织当中有很多水分 它就顺着这个缝隙就凑过来了 这样的话就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 形成了一个这叫水泡 那就不能拔时间太长 对 你注意到有的时候拔罐的时候 那个罐壁上是有东西的吗 对 有那个像水珠一样的雾状 我会有 我上次拔的时候就会有 比如像雾面的像水珠 就当你的这个用的这个火这个力量在短时间内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特别快地把这个空气赶出去 同时呢 它会容易在这个里边形成这个热的积累 就是这个热气多了以后和罐子外面的冷空气就形成了一个温度差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个 对 那就是跟自己身体是没关系的 水蒸气的这个凝聚 跟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车里边起片雾气 真的也是其他 那这跟身体是没关系的 人身体没有关系的 不是把咱身体里那湿气拔出来了 对 我也这么想的 温度差到了 你见过在脸上拔罐了吗 见是没见过 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事啊 对吧 我觉得脸上这怎么感觉 牙疼 牙疼怎么办 跟这拔一个 能行吗 对 可以啊 这是个办法 理论上说呢 人体的各个部位 这个都可以用罐来进行治疗 但是呢 有些部位呢 你是很困难来操作的 你比如说头上 头上有头毛发的地方 它这个吸附就吸不住 确实是有这一说的 或者是呢 某些关节的地方 由于这个关节的特殊形状 使得这个罐很难吸附在上面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一些骨头的表面 这个没有东西 皮肤 皮下肚这很薄 接着就是骨头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拔罐呢 它也没有穴位在上面 那就没有太多的意义 脸上能不能拔呢 就是回到这个说面部能不能拔罐 面部是可以拔罐的 那么常用的例子 我给大家举一个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这个眼睛起这个真眼 脉力肿 这个病呢 说起来不大 但是呢 当这个脉力肿在这个要出不出 或者是这个地方长得老蹭你这个结膜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的难受 有时候两三个月都不好 对 然后你抹药呢 它又不下去 是吧 你说这个要把它用一个外科的方法把它清了呢 那一定要等到那个成熟了 那个浓形成以后才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那个罐 那对于很多这个拔罐之后啊 咱们要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咱们看看下一个问题啊 拔罐以后不宜立即做什么 好像在咱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啊 说不能吃冷饮 不能做运动 还有不能洗澡 来100位观众表达你们的意见 我觉得洗澡固然是不能做的 运动也不适合 为什么运动不适合 运动就要出汗呢 这个汗水里面带有这个很多成分的 那比如洗澡的热水还要命啊 最轻的一个我觉得是吃冷饮 运动和洗澡都不适合 都不行 老范儿讲的挺多的 那这样来我们看看100位观众的选择 大家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大多数观众认为是不能洗澡 或不能吃冷饮 容易着凉 那等一下广告 让王教授告诉大家 最不应该做的是什么 小小爱业化身神奇中药 成为广为流传的治病保健良方 爱揪的这种方法啊 产生的历史呢就非常的悠久 烟雾缭绕中病痛如何轻松驱除 爱酒如何轻松找学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用硬币来做 这个就更简单了 健康之路教您如何用爱酒进行自我保健 敬请关注 欢迎大家这回到专业时代的健康之路节目啊 法案罐之后呢很多人呀会在外边啊 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 但是在那一刻咱们应该尽量做不做什么呢 还是不应该洗澡 因为我们这个罐也是直接作用在皮肤上啊 它会给皮肤呢造成一个特殊的刺激 假如立刻去洗澡 那么还是对皮肤的另外一个刺激 因此呢我们就不提倡 拔完罐以后去洗澡 那一般要说像吃着特别饱啊 尤其是喝了点酒 这会儿能拔罐吗 我倒觉得吃饱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反过来假如说很饥饿 或者很疲劳 或者状态不稳定等等 这样一些情况下 拔罐的时候呢要注意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拔罐的时候呢 要最好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体位 通常都是用卧位 对我们也很关心就是特殊的一些人 比如说孕妇小孩能不能拔罐 孕妇和儿童呢是这样的 就孕妇呢按现在的做法 就是所有的治疗应该都不做 包括吃药 小朋友呢是这样 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 那么拔罐呢可能会对这个皮肤呢 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 那个就拔罐本身来说 孩子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最后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 您今天给我们介绍那么多知识 最着重最重要的一点 拔罐呢是一个中医的叫医疗技术 我们现在国家中药管理局 又正式的把它列入到100项的医疗技术当中 很快就要发布 那么作为一个医疗技术呢 它实际上呢又是一个比较容易操作 在家里可以做的这么一项技术 只要选对了适应证 拔罐呢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那复杂的情况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做 简单的情况可以在家里 就可以完成保健治疗 那么就罐本身来说 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来概括 就这个事不大 可是这个小事